正很重要 好公司跟好价格 那好的公司是什么 对我来讲好公司的定义 并不是他现在获利很好 这绝对不是 因为现在获利很好 都已经是过去发生的事 所谓的好公司代表什么 好公司就是我能知道 他未来的两三年 甚至三到五年 他的业绩会好 这种叫好公司 所谓的好公司 你不要跟我讲说 他现在的获利很好 那个不是好公司的定义 对我来讲 真正的好公司的定义 我至少能够确认 他未来一年两年三年的业绩会很好 只要他未来一年两年的业绩 会越来越好 这就是好公司 那这种好公司 股价越跌会越美丽 那即使已经跌到你所有现金全部用完了 也没关系 那顶多又如果真的超跌了 超跌了就超跌就超跌 大不了套牢 套牢之后 很快就会报复性的反弹上来 不用害怕 所以投资要有信心 那所谓信心是什么 信心就是未见之事的实底 所望之事的确据 你虽然还没看见 它会发生 但是你非常的笃定 它一定会回到它该有的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告诉大家 就是如果当你学会了企业价值这件事情 当你学会了怎么去判断一家公司 它合理的价格 便宜的价格 跟昂贵的价格的时候 你对行情的波动 你会完全的不会任何的恐慌 因为你知道跌到便宜价的时候 你敢买 因为你知道有一天 它会回到合理的价格 那如果市场偏多的时候 它会回到 它会涨到昂贵的价格 你就有更高可以获利了结的机会 那现在的跌就只是短暂的现象 因为你懂得企业价值的评估 当你懂得企业价值的评估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信心的来源 但是如果你不懂得企业价值的评估 你每天都在看股价 现在好像跌破了所有的均线 那个形态已经很不好了 做了什么头尖顶 感觉好像就追着 你就变成你在追着小狗跑 当你追着小狗跑 你就会很害怕 害怕什么 因为你不是在看企业价值 你只是在看小狗 所以今天小狗如果失控的时候 你就很害怕 你会害怕这个小狗 会不会跑去乱大小便 跑去乱咬人 突然就发狗疯了 你就会很害怕 因为小狗不可控制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一直在研究股价的走势 一直在研究股价的动向 就是把焦点放在小狗的动向 小狗如果哪天失控的时候 你就会很害怕 所以懂企业价值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所以如果你手中现在目前有账面的亏损 没有关系 你只要确认你买的是好公司 你用的是便宜的好价格买进它 那不要害怕 你有现金持续的买进 好公司的定义是什么 未来还会持续成长 才叫好公司 像我现在最近在买的 我从上礼拜开始买的都是我认为 它未来三到五年都会持续成长的好公司 它下来我就敢买 最常讲的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你看未来的业绩一定好 它跌下来为什么你不敢买 你不要台积电现在跌到年限五百 好像五百六十九 跌到年限你不买 等它涨到六百块的时候 你才再来问说台积电可不可以追 那不是就本末导致吗 就在那边追高 跌下来才让你有好的价格可以买 那你为什么不敢买 台积电就是未来会越来越好的公司 那这种就是属于好公司 那好公司台积电在六百二六百三的时候 可能不适合买 因为它已经反映了它合理的价格了 那它跌到便宜的价格 你就可以买了 就市场的波动就是这样 那不要害怕 那适时的保留现金 那我现在自己的现金 大概还有三成 对啊还有三成 就是虽然最近一直买 但是现金用的都还还蛮OK的 就就跌嘛 那如果真的现金全部用完了 就搭不了套牢 对啊搭不了套牢 我记得我记得有一年 蛮能特别 就是好像前几年吧 我那时候有分析一档 跟AI有关的一档股票叫冲泰 这个应该有定我们日报的 日报的订户应该都知道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冲泰 有一档股票叫冲泰 这个 这也是一个蛮经典的一个案例 就是我记得我冲泰当时 我们日报在分析的时候 那时候股价好像在八九十块吧 然后后来它曾经涨到一百多块 但是后来没多久 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回档 那时候最惨烈的时候 好像跌到五六十块的 然后跌下去的时候 很多的订户也就哀叫 哇怎么这么惨烈 但是后来啊 你撑过了那段时间啊 撑过了那段时间 大家知道后来冲泰涨到多少钱吗 我应该2019年那个时候吧 对啊那时候 股价 走线图 在这边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一段很惨烈的时候 曾经它那时候跌到四十九块五 然后撑过之后 好公司终究 其实我们那时候 投资家日报分析的价格 在八十块九十块之间 然后他曾经腰斩了一半 跌到了五十块 对啊 然后后来 他好的公司 他终究会反映他 合理的企业价值 那好公司的定义是什么 只要他未来一人两人的业绩 会越来越好 这就是好公司 然后后来他的股价就从 又从四十九涨到了三 最高涨到三百七十六块 你看 不止你当初买的 即使你被套牢了 但是很快的他回复到他企业的价值的时候 他不但让你把先前的亏损 你补回来 甚至最后还加倍奉还 其实这个就是要有信心 就是我们在投资公司的时候 你一定要确认你投资的是好公司 所以好公司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你知道你投资的是好公司的时候 你才有那个足够的信心 足够信心是什么 第一个 跌下来的时候你敢买 如果你没有信心 跌下来你就不敢买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很奇怪 为什么跌下来你不敢买股票 就是 不是投资要赚钱就是买低卖高吗 那如果这个时候跌下来你不敢买股票 那你什么时候买 等市场稳稳再买 稳一下 市场有没有所谓的稳的 很多时候那种报复性反弹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稳 当然我们有些分析的方法 像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我会参考可能五日均线 可能股价在急跌的过程中 那他一般空头来袭的时候 会沿着五日均线下跌 除非他站上了上弯的五日均线 那好公司或许就是可以 把他买回来的一个参考的依据 那第二个就是股价跌到便宜的好价格 用财报分析所计算的便宜好价格 就这都是一些依据 所以跌下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敢买 等稳稳要稳到什么时候 稳到真的不知道 有点市场有点都事事难料 很多的那个看图的都是在看图说故事 真的你懂企业价值 你就知道这个价格就是便宜的好价格 你买了你会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当你有那个信心的时候 那你就就敢买嘛 那买的时候 那如果赔钱怎么办 赔钱就踏不了套牢 对啊 踏不了套牢 像我上礼拜我有经常买了一家 买了一家我先前锁定的一家半导体设备公司 它刚好跌下来嘛 跌到便宜的价格我就开始买 然后买完之后 怎么还继续往下跌 对啊 那跌的时候 那我就继续买 对啊 但是买的时候 那个成本已经 成本是 先前买的那个跌到便宜的价格 买的成本还是赔的嘛 一张好像赔了快十块钱 对啊 想说那怎么办 那没关系继续买 对啊 我因为我认为它是好公司 它跌下来我就敢买 那真的如果真的大不幸啊 就是整个 真的好像全球可能怎么样啊 可能发生更大的什么事情啊 那顶多就跌下去嘛 那之后就再涨上来就好了 你就花一点耐心把它 等到它涨上来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不但账面的亏损 它会弥补回来 最后还可以加倍奉还 因为过去有太多的例子 都可以最后加倍奉还回来 所以其实真的不用太过担忧 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 对啊 大家都 大家有听进去后 因为这好多同学就会问嘛 那亏损怎么办 跟大家分享好了 我们这个 刚才不是说我们有赖群吗 就是我现在唯一认可成立的这个赖群 就只有这个 大家目前看到标股机 这是免费的哦 你是不是我们日报的订户 不是标股机APP的 订户你都可以加入这个赖群 就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加入这个赖群 那就可以享受第一手的股市资讯 以及市场的赢家观点 那每一天如果是台股的 有交易日的时间 我就习惯大概每天的两点五点跟晚上的八点钟 会去分享一些一些讯息 这主要是以我的讯息为主 会用文章的方式 用Podcast就是音频的方式 或者是用影音的 可能是我上电视节目 或者是我们所录制的一些影片的方式 去分享给大家 那这个赖群主要的都是 For慶容老师的观点 所以如果跟我的观点是冲突的 我们的管理员 我们有四个助教 有四个管理员 四个助教就会把它删除掉 免得大家会错乱 因为大家知道 我不做短线嘛 那我也不做当冲 所以如果有人在那边做短线 在那边倡导这种方式 我们就会把它删掉这样 哇 猫咪进来了 他这样就在我面前这样走过去 对啊 行情不好的时候就看看猫 其实心情也蛮开心的 对啊 好 大家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可以加入这个LINE群 除此之外 这样 就这样就从我这边走过去 等一下 这是我猫咪 Sushi 让我们看看 好 乖乖哦 待会就吃饭了 晚上我还没喂他吃 他们现在那个最近那个 呃 因为我买罐头嘛 他们就会挑食 就是那个我的定食器放的那个猫饲料 饲料是像饼干那样的饲料 他们都不太吃 他们就在等晚上放饭 所以那个饭 放的那个饭是罐头 然后晚上还没开始放 你再等一下哦 再等一下就是来 跟大家打声招呼 来 好啦 很害怕 好 OK 呃 这个LINE群之外 还有就是 我刚刚有分享嘛 其实呃 最近啊 像同学啦 这是我们日报订户同学的一个回馈啦 就是 他就在我们的LINE群 他就在那边笑说 哈 我现在手上也是有一堆套牢的股票 就其实套牢其实很正常 以下行情 你股票 现在账面亏损 其实还蛮正常的 他也是一堆套牢的股票 那原本的时候还一直不 还一直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么办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他觉得啊 他上完我的课之后啊 他比较能够找到自己错在哪里 就先前套牢的股票 他可能第一个 他也许是买到好公司 但是买错价格 你也可能买到他的昂贵价 所以当然股价一出现波动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账面的亏损 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你被套牢的状态 所以他上了我的课就知道 原来他的错在哪边 可能买错价格 进场的价格 决定你绩效获利的表现 像我买股票 只买在便宜的价格 就只有我会等到他便宜 如果我要长期持有 这张股票我是要长期持有 我一定会耐心的等到他 落到便宜的价格 我就会进场买进 我不会在他昂贵价的时候去买进 我更不会在他疯狂价的时候去买进 那像这位同学 他就回馈嘛 就是他上完课之后 他终于知道 他自己找到自己的错在哪边 那套住了也不会这么的焦虑 就是他说 其实在学习股市投资路上 赔钱是正常的 是每个人必须会走过的路 那因为有赔钱 有犯错 才会想要努力的升级自身 投资判断的人力 所以就共勉之 就是我们有赖群的好处 就是当你赔钱的时候 大家有一群同学可以互相帮助 大家可以互相取暖 我们到底哪里做错了 通常同学之间那个赖群子的讨论 我是不太会直接参与的 我都会在旁边看 就是会看同学之间的讨论 我就会知道大家的目前的心情是如何 或者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所讲的话给听进去 这通常都是要透过 就是看到同学讨论 我才有办法分辨的出来 不然传统我们过去的这个教学 就是传统我们在过去教学的时候 都是听老师一个人在讲 那同学到底吸收如何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股票投资的学习这件事情 是因为它都是真金白银 都是真金白银 就是大家都是拿真金白银的钱 在股票市场中去厮杀好了 对于厮杀 所以我们不是在拼学评 我们不是在拼文凭 像我们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老师教的你听得懂 听不懂没差 顶多考试考不好 顶多这一餐考不好就算了 下一次还有机会 对啊那就是文凭 反正第一名毕业跟最后一名成绩毕业 你都能够毕业 对啊所以不在乎这样子 但是股票不行 股票其实它是真金白银的 在市场中厮杀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自己习惯的方式 就是我会教会教大家 教完大家之后 然后同学会有类群 在类群过程中 我不太会参与讨论 我都是看同学在讨论 在讨论的过程中 我会发现他到底有没有吸收到 或者是我会发现 明明这个我已经讲过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疑问 那我就透过大家的讨论过程中 我再切入去事实的去指点 这样 所以我觉得 还蛮不错 因为我们还有学长姐 很多的学长姐会一起讨论 所以我会在旁边观察 因为只有透过讨论 你才会抓到自己的一个错误的地方在哪边 就像这位同学讲的 就是因为有赔钱 然后有犯错 才会想到努力的升级自身投资判断的能力 那另外一个同学 其实他也有一个真实的回馈 就是非常谢谢上完老师的课 我这课程就是在教企业价值 教大家怎么看企业价值 那因为上了课之后 让他终于看懂了财务报表 然后再应用在投资的一个操作上 所以现在面对大盘 现在目前处于大跌的时候 他也完全不害怕 因为他知道他买的是好公司 因为他知道他是在便宜的价格进场的 所以他会很有信心 他的获利会稳定的成长 所以他认为老师的这个课程 是真的非常的物超所思 所以谢谢 感谢老师 那另外一个也是同学的回馈 就是他非常的幸运 他自己觉得他非常的幸运 能够遇上很用心 而且是拼命想把学生教会的老师 这就是像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会把所有我所知道的方法教给你 因为我一直强调 我不要给你鱼吃 我要教你钓鱼的技巧 只要你学会钓鱼的技巧 你就有机会青出于蓝 当老师最开心的就是学生 能够把你所教的东西发扬光大 我觉得这是我很开心的事情 那我就会不断的在教导这些内容 那这些上课的内容 其实我们在这个 这一次啊 10月1号的时候 有在跟SMART 这个商业周刊 我们有在办了一个课程的活动 这个是线上的影音的录影课程 就是现在目前这个 你现在买的时候 你就可以马上看 那这个是10月1号开始招生 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线上网页的画面 买了之后 你就登录到那个SMART自学网的会员中心 然后你就可以看 然后目前有这个六堂课 然后旁边有讲义 它这边有下载 然后我们这次的讲义有part1 part2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e-sale表 这些e-sale表其实都是提供 大家在算企业价值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 然后这个影片就可以点 点进去之后 那我个人会建议啊 就是这个影片 不要在手机上看 你可以把它放到电视上来看 电视上看的那个感觉会比较清楚 然后你反而用你的手机NB去查询 就是边看 然后边学边查询 因为我这次的课程 是手把手的教大家看懂财务报表 手把手的教大家 怎么去计算企业价值 所以你用电视看影片的时候 因为老师教嘛 那你同时你也要 自己也要操作这个装置 我上到哪里 你就学到哪里 你就自己在行动 自己的电脑 或者自己的手机 直接一对一的 这样直接去做操作 那我做一步 你们做一步 这样就很快就会学会 那如果其实不懂也没关系 因为它这个影片 可以重复的收看 可以重复的收看 那我们还有我们专属的Lite群 还有FB的社团同学都可以 都可以不断的复习学习 那现在目前这个10月1号的这个 线上的影音课程 其实它的视讯课程叫 不看盘的获利投资数 那它的原价是21,600 那当然如果你是我们日报的订户 你就可以享有日报的优惠价 换成你线省的4,800元 那我们订日报最低的是这个60份 3000块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我们日报的订户的话 你就可以用16,800去购买这个线上的课程 那除了这个观看这六堂的课程之外 我们会有专属的Lite群 然后还有FB的社团 那另外我们会定期的 会有Google Meet 做所谓的线上互动的会议 就是让大家有什么问题不懂的 然后我们会有在Google Meet 让大家同学召集起来 然后大家可以面对面的 去做一些线上的一些发问 我会在线上做Q&A的回答 还蛮不错的 蛮物超所值的 我觉得上过课的同学 在面对这一次的行情的波动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的人 其实真的都是了难于胸 就能明白 老师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 到底在讲什么 好那这一次的课程 主要是教大家 看价值而不是看价格 市场大多数教学 都在教大家 怎么去看股价的波动 那我这一堂 我这个系列的课程 是教大家怎么去计算 公司的合理的企业价值 因为任何一家公司 都可以透过财报分析 去计算出它的合理的价格 便宜的价格 跟昂贵的价格 当你知道它便宜的价格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它在这个地方 可以提供你买进的机会 那我们这个课程 主要的学习的目标 有分为几个 它其实整个不看盘 投资课程的学习目标 是教你认识企业价值 它有两大的分析方法 那会教你财务比率法的 基本架构 教你财务比率法的延伸应用 然后教你怎么用内在价值法 然后做个股的应用 我们都有实例的案例 去可以让你知道 为什么股神巴菲特 会用这个方式去计算 企业的合理价值 那第一堂课的学习的成果 你上完第一堂课的时候 你根本只有六堂课 就六堂课 大家就可以把我的精华 全部都把企业价值该教的 全部都教完了 这六堂课 18个小时 那第一堂课教的是什么 教的是计算企业价值 两大方法是什么 然后影响本益 本益比法的两大因素是什么 然后固定式的 滚动式的本益比 有什么不同 然后预估本益比要从哪里找 这是第一堂课 那第二堂课你会学到什么 你会学到股价净值比 适合评价哪些类型的股票 你会学到什么 你会学到每股净值 跟每股清算价值有哪里不同 然后你会学到 怎么去找转机股 转机股要怎么能够安心的买 它必须得通过哪三个评量 这是在第二堂课的学习的重点 那第三堂课的学习的重点 是教大家怎么算PEG 股价盈于成长比 那这个PEG 彼得林区 华尔街这个投资大师认为 多少代表便宜 多少代表合理 多少代表昂贵 那英国股神吉姆史莱特认为 近五年要有四年的盈于成长率 至少到多少才算好公司 PEG这个东西在第三堂课 股价盈于成长比重点教学的部分 那PEG这个是发源于英国股神吉姆史莱特 后来被彼得林区发展光大 那这是第三堂课 叫股价盈于成长比 你看三个小时 我们花三个小时教大家股价盈于成长比 花三个小时教大家认识股价净值比 花三个小时教大家认识本益比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觉得本益比这些都很简单 其实它是有一些脉络的 当你这个脉络你完整的学习之后 你才有办法建立起你对企业价值评估的SOP流程 那第四堂课 第四堂课就是开始做EPS的预估的方法 那认识预估EPS的三种方法 然后认识盈于成长率要怎么应用 这是财报分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然后决定营收有哪两大关键 在上完第四堂课的时候 你就知道怎么东西会决定营收 那财报的领先指标是什么 应用是什么 这在第四堂课会放在我们的重心里面 那第五堂课会学什么东西 会教大家怎么用财务比率去预估EPS 如何从美元营收去预估EPS 如何从资本支出去预估EPS 如何从合约负债去预估EPS 如何从法人报告去预估EPS 这是第五堂课 第六堂课要介绍的其实就是 学习成果你会知道什么叫 企业价值计算的公司是什么 盈于报酬率类似财务比率表的哪个比率 资本报酬率类似财务比率表里面哪个比例 那内在价值法的个股应用又是什么 所以六堂课 我六堂课我一年就开这么一次课 那大家先前是直播课 7月到9月份是每个礼拜六的 隔两周的礼拜六我们有直播 那现在17月1号开始其实就是线 就是我们先前的这直播课程录影转播 然后把它收录起来 所以你现在报名了 你现在要购买了 你就可以马上去 几天内就可以把它全部看完 看完之后就可以加入社团 加入LINE群跟同学之间彼此讨论 然后重点就在于实际的应用 上完这个课程 你大概就已经知道所有计算企业价值的方式 那接下来就只是实战的应用而已 那刚才有特别提到这个课程其实是 如果你是原价是21,600 那如果你是日报的订户 只要16,800就可以现省4,800 那日报要怎么订购 你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日报现在投资家日报 是我从2009年开始主笔 每份只要40块 只要台股有交易的晚上7点钟 就会发送到你的账户 那除了扫描这个QR Code之外 你也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02-2510-8888 所以你加订购日报 也可以享受优惠的报名 这个线上影音课程 教你怎么计算企业价值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优惠的部分